由國內所研發的抗疫中藥清冠一號 衛福部昨天宣布同意緊急授權 最快這個星期可以核發臨時藥品許可證 但是醫師就提醒 這並非保健食品而是治療藥 必須要經由中醫師會診評估 多種中藥材全部排出來 由板藍根 魚心草等十種藥材所組成的中藥副方清冠一號 在去年國際疫情嚴峻之時成功外銷歐美 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創造了將近三千萬的營收 但臺灣因為新調的審查嚴謹廢時 一直無法取得藥證 不過現在因疫情嚴峻 衛福部宣布同意緊急授權 目前國內有八家GMP藥廠 持有清冠一號的外銷許可 使用兩家提出了申請 最快這個星期可以獲得臨時許可證 中醫師指出清冠一號的配方是合法中藥材 經過了三種和長庚能醫院的臨床證實 對新冠肺炎有療效 不過這並非是五家五博比的保健食品 而是治療用藥 它絕對是治療用的用藥 而且這是在臺灣許可的叫做 現中醫師使用 還沒有正要就先有假藥 那個假藥有的假的非常離譜 裡面還有毒藥 國外的朋友都跟我們 當時要求這個藥也是一樣 那那個醫生 所以這個是醫生主要 不是保健用藥 中醫師也強調 清冠一號是醫師處方藥 民眾沒有辦法進行到中藥行調配 也不要亂吃 否則有可能吃到假藥 如果是有業者自行販售 也會違反藥事法 或許各界遵守法律 萬事小心 據曹建軍陳慶龍拍報道 先講 總部以下 總部以下 給我分架